担心中国报复欧盟,德国果然变脸了 蹦闯女王将复华赔罪吗? 大家好,欧盟这一次的反华游戏估计真要玩不下去了 日前有媒体爆出,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将会对中国再度开启时隔一年半的反华之旅 倘若消息属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次网友们口中的蹦闯女王八成是主动来中国赔罪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在今年六月底,绿党的另一个头头,即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 当时还很嚣张,直接跑去了韩国并声称 德韩两国要共同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接着七月中旬,德国政府又打着所谓安全理由宣布要移除中国通信企业的组建 在七月底的时候,德国又以所谓的中国黑了德国联邦测绘局的网络为由 召见了我国大使 很显然,那个时候德国政府对我们是充满浓浓敌意的 而这才过了两个多月,德国高层却集体变脸了 开始不断公开放话,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以及重点强调,德国始终坚持一中原则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 德国一下子对我们换了一副面孔 主要原因还是出在欧盟与对华增加电动汽车关税意识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既然欧盟对我国单方面挑起了贸易争端 我们又岂能打不还手呢? 很快我国就对欧盟进口的白兰地、乳制品和猪肉等等 发起了反补贴调查 倘若欧盟继续推动对华增加电动汽车关税 那么欧盟的损失将会比中国还要更大 尤其德国甚至可能会失去中国汽车市场的巨大份额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上 德国的反对声果然特别大 包括苏尔茨、贝尔伯克、哈贝克在内的德国政府高层 集体强调德国会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决定草案上 投出反对票 说到底呢,德国人也不是傻子 再继续跟着美国的节奏反华下去 那德国的经济支柱可能就要垮掉了 而德国这么强硬的表态 欧盟的反华游戏可能就再也玩不下去了 即便是美国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在幕后 对布鲁塞尔和各别欧盟国家施压 但毕竟德国那个欧盟领头羊也不是白叫的 理清出这层逻辑关系 就算媒体没有透露出德国蹦闯女王反华的更多细节 我们也能判断出他是要来推进德国与中国关系的 说白了,贝尔伯克八成就是代表德国来中国赔罪的 生怕未来一旦中国下定决心要收拾欧盟的时候 会误伤到德国,尤其是德国的经济支柱产业 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为了维护国际贸易规则 以及公平竞争的环境 还是愿意和德国一起促进政治互信 加深利益融合关系的 总而言之,不管蹦闯女王是不是要带着真正的诚意来中国 我们只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就好了 我始终认为,欧盟现在根本就承受不起 与我们彻底翻脸的代价 毕竟中国如今有足够的实力 在欧美国家急得团团转的时候 做看世界风云 谢谢收看,再见